通过汪峰周杰伦王家居的学琴经历,看人才、鬼才与天才的区别。 大部分音乐人都是从学习乐器开始,走上音乐这条路的。 今天小编就以港、台、内地三位原创音乐人伟丽,来看看他们当初是如何学艺的,再看看他们的区别在哪里。 这三位音乐人就是汪峰、周杰伦、黄家居。 学习乐器,小提琴起始年龄,五岁学习方式,逼着学。 汪峰从五岁起,在父母要求下学习小提琴,开始了二十年慢慢学琴历程。 每次说起这段经历,汪峰都是不堪回首的感慨,一把小提琴,葬送了他的整个童年。 从幼时学琴,从幼时学琴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副小,然后到副中,再到真正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深造,毕业后进入中央芭蕾舞团下的交响乐团。 成为首席小提琴师。 似乎每一步都在父母为他设定的人生轨道上稳步前进,实现了父母望子成龙的愿望。 当然,后来他辞职做摇滚歌手,才算是偏离了父母的轨道。 但无论如何,终究还是父母把他逼上了音乐的道路,并接受了高等音乐学府的教育。 周杰伦,学习乐器,钢琴起始年龄,四岁学习方式,鼓励学。 周杰伦小时候安静不爱说话,学习成绩又奇差,被老师和同学都怀疑智力有障碍。 周妈妈为了让儿子有点长处,四岁时把他送去幼儿音乐班,鼓励他学习钢琴。 并倾尽积继续为他购置了一架钢琴。 没想到,这个考不上普通高中和大学的极品学渣,在音乐方面竟有过人天分。 后来他凭着毁弹一首钢琴,考了个中学音乐班,毕业后又靠这个获得了吴宗献的赏识,才进入音乐圈工作。 本想做个安安静静在幕后写歌的音乐人,谁知写出来的歌基本没人愿意唱。 最后吴宗献孤注一致让他自己试着唱,没想到第一张专辑竟然就火了。 曾经被嘲笑智障,学渣,唱歌像念经,竟然歪打正着一步步成就了音乐天王的地位,也是2000年以后最具影响力的华语乐坛巨星。 不敢想象,如果当初周妈妈不鼓励儿子接触音乐,后来的周杰伦会是多么平凡的一个人。 黄家居。学习乐器,吉他起始年龄,17岁。学习方式,逼着不让学。 黄家居。 黄家居与汪峰一样,都是在父母棍棒下学琴,但不同的是,汪峰是被逼着学,黄家居是被逼着不让学。 黄家居。 黄家居一辈子没有接受过任何音乐训练,17岁前没有摸过一件像样的乐器,直到他某天在外面捡到一把别人丢掉的破吉他。 从此,他把吉他当成了宝。每日全身些鼓倒着玩意。 但家居的父母包括哥哥姐姐都不乐意了,一来太吵闹,二来这是不务正业。 据弟弟黄家强回忆,当年因为弹吉他,二哥没少受父母责打。 现在想来,可能有人会说家居的父母太狠心甚至愚昧,但其实可以理解,毕竟他们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劳工家庭,子女又多。 只希望孩子能找个靠谱的工作养活自己,至于音乐那是富人家的孩子才玩得起的。 他们怎么可能想到,自己的这个儿子日后会成为一位叱咤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。 家居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,顶着压力,顽强地自学吉他和音乐,最后组建乐队,为了理想而不懈努力。 至于最终取得的成就,大家都知道了。 对比汪峰、周杰伦、黄家居三人,我们不难发现。 汪峰是一名又红又专的学院派代表,通过从小到大的系统训练和自己的努力,最终顺利成才。 这就好比现在城市里家境较好的家庭,从出生起就给孩子规划了人生。 自小学这个学那个,期望孩子能成大气。 当然,真正能成气的也许并不多,而汪峰恰恰做到了,称得上难得的人才。 周杰伦接触音乐比汪峰还早。 但走的不是寻常路,在一片不好看的质疑声中成就自己的辉煌,属于乐坛史上的一个异类。 相比汪峰,显然他在天赋方面的占比更大,擅长多种音乐风格。 才华神鬼莫测,堪称鬼才。 黄家居,相比前两位,起点就整整迟了十多年。 他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,在没有音乐课堂,没有老师指点。 没有家庭支持的条件下,纯粹靠惊人的天赋和自己的勤学苦练,造就了一代摇滚巨匠。 他不是人才,也不是鬼才,能配得上他的,应该只有天才二字了。 汪峰,周杰伦,黄家居三人的音乐才华都出类拔萃,只是结合各自的成长条件来对比的话,相信前两位也不得不在黄家居面前汗颜。 然而,从命运来看,却各有不同。 人才遭人度,所以汪峰容易昭黑,鬼才遭鬼钱,所以周杰伦偿命富贵,而天才遭天度,所以家居早早就离开了我们。 如果家居有来世,你还愿意他成为天才吗? 四地华语乐坛,最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分别是谁?他最有争议。 家居曾是最疼他的二哥,为何他却从未去祭拜过家居一次。 黄家居到底算不算巨星?当然不算,不服来辩。